这几年无论是中央电视台春晚还是地方春晚 语言类节目都是个老大男 男在哪呢 就是很多包袱啊 要么是过去使过的 要么现在网络上已经流行很长时间了 你再拿出来就不可乐了 其实很多人都在纠结 这个包袱越来越难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一百多年来 无论是相声啊 还是其他的喜剧形式 几乎把语言类的包袱啊 都基本要使没了 所以现在我们会感到小品创作是越来越困难 但是这个同时 我倒觉得今天这种创新 非常值得我们这舞台上 给予保留并且发扬 这个形式我在 跟汉林老师一样 在国外我多次看到 最近这几年的国内呢 你像我参加我要上春晚 这节目录制时候 也有过不止一次的演员 把这个形式拿到舞台上 非常好 谁说小品 就一定要把大家百分之百的每一个一分钟以内要逗乐多少回 这个太城市化了 只要是舞台表演的艺术 他把我们抓住了 我们能看进去了 这就是好的舞台艺术 你像刚才这个墨剧表演 我不知道我的体会和你们能不能合盘 其实它就是在发生在地铁车厢里 一块口香糖引发的悲剧 然后双方呢 就像黑泽民岛的罗生门一样 每个人对这个戏剧的结果有不同的看法 过程有不同的认识 可能我怀疑你是坏人 你怀疑我是坏人 然后双方以不同的形式拆解 那么戴着面具的这些演员是干嘛的呢 一种是象征着沉默的大多数 在这时候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到后来这个面具又象征什么呢 每个人只要把这层冷漠的面具摘掉 那么这个世界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温暖 更加可爱 所以在最后两个人的表现的时候 这个底是非常精彩 而且扎人的 好 谢谢梁老师 同时也谢谢其他两位 评委老师 谢谢